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读懂一篇文章 那么在读懂文章的基础之上 第二个动词叫做comprehend 这个我们解释为叫做理解和分析 然后在阅读和理解分析的基础之上 第三个核心动词就是这里的一个动词叫做write写作 那么事实上SAT作文就是从这三个部分来进行打分的 那么SAT写作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有理有据有结的 Rhetorical Analysis Rhetorical Analysis是什么东西 听着好难啊 好 Rhetorical Analysis呢 听起来稍微有一点点学术 那么从字意上来理解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修辞的分析 换言之我们要分析的是 在这篇作文中 作者是怎样来运用各种写作技巧 来表达他的观点 以及来说服读者的 那么在分析的过程中 虽然CB说我们可以分析这篇文章写的好在哪里 括号也可以分析它不好在哪里 但是无论从CB所提供的满分作文 以及各种低分作文的样板来看 所有的文章都是分析这篇文章好在哪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我们就可以把SAT作文理解为三个字 彩虹屁 我们不仅需要吹彩虹屁 而且需要做到六个字 有理有句有节 有理的意思是说 你要让你的文章自圆其说 有句的意思是说 你在文章里面要寻找到一定sauce 所谓有节指的是 你的文章的篇幅排布要合理 老师你能举个例子吗 好的 既然这位同学要一个例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一个例子来讲解 SAT作文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讲SAT作文的本质呢 是作者在通过各种写作技巧 说服读者来接受他的观点 那么这种说服 其实不仅仅在学术文本中经常见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 也是相当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当我们在打开电视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发现 电视中有各种各样的广告 那么我就随机抽选了一则牙膏广告 那么这个牙膏呢 它所推广的产品 就是我们生活中 非常熟悉的一款牙膏 我相信很多孩子都用过 Sensordie 我们称之为叫舒适达牙膏 在这个牙膏在推广的过程中 事实上这个广告的销售者 他采用的一种方法 如果放到我们写作中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叫做 Quotation 引用 因为在这里呢 作者就引用了一个牙医所说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认真阅读一下 这段文本 以及这个牙医所代表的形象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这个牙医 它穿着是白大褂的形象 那么它穿着专业制服的这个形象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它增强了这个牙膏广告中的 我们称之为叫做ethos 信誉度 它让接下来所发生的这个广告 变得更加可信了 这也是我们在SAT作文中 常用的一个伎量 好 那么除了这个牙医的形象以外呢 大家在看这段文本的时候会发现 在这里我们出现了一个数字 叫做24 hour 24个小时 那么这个数字就强调了舒适达牙膏所提供的保护 是全天候的24小时的保护 同时在对这个牙医的身份进行说明的时候 在这里面我们给到了title 比如说这里的dentist或者这个doctor 那么来表明这个牙医事实上在业内是一个权威人士 那么这当然也能够增加这段广告的一个ethos信誉度 那么除了这个图片形象以外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文本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话 它说到说这是一款全新的突破性的牙膏 注意在这里面作者用了两个修饰词 那么这个修饰词是两个形容词 第一个我们称之为叫全新的 第二个是突破性的 这个如果是放到SAT作文中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positive diction 包译词的使用 包译词当然并不能够直接让读者更加接受作者的观点 但是通过这样的诸如全新的或者突破性的 事实上作者就非常好的给读者创造了一种氛围 那么在这种atmosphere氛围中 读者就会觉得舒适达所带来的这种刷牙体验 是完全革新式的 好我们继续往后看 他讲到说舒适达牙膏能够引发修复牙齿的敏感部位 那么为什么会引发牙齿的敏感呢 他提到了一个原因 原因就在于牙齿上的一些小洞 然后他再讲到说舒适达能够保护这样的牙齿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能够修复牙齿上的小洞 请大家来注意一下这段文本 这段文本是我们在写作中经常所用到的一点 我们称之为叫做logus逻辑 也就是说作者不仅仅向读者去解释了舒适达能够去保护我们的牙齿 同时他很好的向读者解释了 为什么舒适达能够保护牙齿的原因 那么这些原因和舒适达的这个效果之间呢 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因果关系 那么读者就能够做到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 这是我们logus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同样在写作中 如果你在写作中看到作者大量的跟你在解释因果关系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好的分析文本中的这种因果关系 以及这种因果关系是怎样让作者来更好的 让读者来接受他的观点的 那么在接下来的文本中呢 作者提到了一个词叫做novamin 我想问一下大锤同学 你知道novamin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 但是听起来这个技术很厉害的样子 啊 novamin不知道 好我不想跟大家解释novamin是什么意思 我们只要来观察一下它的构成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两个首字母都是用了一个capital的形式 大写的形式 那么首字母大写 我们可以大胆的往这个方向去猜 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专业术语 专业术语的作用呢 我想中文中有四个字 非常好的表明了这一点 不明觉厉 也就是说你懂吗 你不了解 但是你会什么感觉 觉厉 你觉得它非常厉害 这无形中也增强了文章中的ethos 它的信誉度会更高 让读者觉得作者在这方面是有所调查的 是有所well informed的 是更加全知全能的 好 然后接下来看到后面一句话 它说修复牙齿敏感部位的有效率高达98% 那么这个98%就是我们在SAT作文中经常会用到的 也是我们经常会分析到的一种写作策略 我们称之为叫做statistics 叫数据 那么数据它的好处 我想各位同学非常了解 数据的优点在于它的accuracy 那么这种精确度会让读者觉得作者所说的话并不是make nonsense 他所说的话是well research 是经过调查的 由此他当然也能够增强文章中的ethos 并且我们来看到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那么在最后一句话中呢 作者再次运用到了这个修士词 这是一种全新的突破 请大家再次来注意这个定语全新的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首尾 他两次出现了这个全新的这个修士语 那么这就是英文中非常常见的一种修词 我们称之为叫做repetition 重复 重复的目的当然就只有一个 重复就是为了更好的强调 让读者根深蒂固的理解这一点 舒适达是一场是一个革命性的牙膏 这种重复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非常的多见 比如说当你在走入爱特基因来进行SAT学习的时候 你会不断的被我们的班主任会问这个问题 可能早晨进入教室的时候 你的班主任会向你提问说 你的SAT单词背了吗 中午吃饭的时候班主任又会提问说 SAT单词有没有背完 然后在晚上睡觉之前 你的SAT班主任依然会给你发消息 晚上睡前SAT单词背了吗 那如果把你这一天看作是一篇作文的话 那么班主任的三次提问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作是一个repetition 那么这种重复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不断的向你来疏导 向你洗脑 考SAT背单词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刚才我们谈完了第一个关键词就是what SAT作文到底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第二个关键词 why 也就是说 CB通过SAT作文的考察 他到底想考察我们学生什么样的能力 CB到底为什么要去设置SAT的写作呢 其实从表面上来看 SAT作文呢 他所考察的是学生对于文本的一个理解能力 以及分析能力 但是你在观察整个所有真题中的所有的文本 你会发现这些文本 大多都是来自于美国的历史文化 或者美国主流的社会生活 比如说他会考察号召美国民众减少对于空调的依赖 他会考察美国民众应该保护他们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他会考察美国民众应该去来抵制象牙制品等等等等 那么所有这些主题在美国社会生活中都是一个主旋律 那么通过这些内容的考察呢 CB更想做到的是 让各位学生在学习SAT的过程中呢 增加对于美国文化的一个认同能力 从而产生与美国文化的一个共情能力 好 讲完第二个关键词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 就是SAT作文到底怎样来做出一个完整的文本分析 我把它概括为第三个关键词 好 那么当我们在谈到号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首先来回到OG上 来看看SAT的官方指南中 对于这个文本分析是怎样来定义的 在OG的178页 CB明确说出 在你的文本分析过程中 你应该尤其来注重这三个问题 我把这三个问题概括如下 当我们在谈论分析的时候 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第一 我们要去写到的是 作者做了什么 第二个 作者为什么这么做 第三 作者这么做 对读者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当你看到任何一段文本的过程中 把这三个问题能够贯传起来回答的话 事实上你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文本分析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文本分析的第一步 What does the author do? 作者做了什么?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的本质呢 我给了两个字 它的本质就是引用 老师 引用 是不是我直接抄原话就可以了 大锤同学的回答呢 打对了50% 引用我们确实是可以抄原话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 你在原文中任何文本的直接抄录 都可以向考官展现 你很好的读懂了文章 那么事实上 如果要做一个非常优秀的引用的话 我们需要关注到两步 第一个 引用什么 我们需要引用到的是 文章中的核心主旨和关键细节 那么这才能更大程度上 效果考官体现 你读懂了文章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做引用 我们的引用方法有两个 第一个是直接引用 那么第二个呢 是间接引用 直接引用呢 它比较适合引用一些 简短的文本 比如说你要引用的是一个短语 或者两个单词 OK 那么在你的句子中 打个引号直接抄就可以了 那么当你发现 如果你要引用的这个文本 它在文章中的跨度非常大 比如说它既发生在文章的第三段 又发生在文章的第五段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就需要对第五段和第三段 有一个综合理解 然后你把第三和第五段 融合起来变成一个引用 或者说你会发现 你的文本引用的内容非常多 比如说在文章里面 它有七行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显然就不可能 把七行都抄上去 我们需要把这个七行的内容 进行去为存真 我们需要来去提炼一下 我们最终压缩一下 把它变成间接引用 用从居的形式 可以来进行改写 所以两种方法呢 都可以使用 我们酌情使用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我想给各位同学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 欧制中的一篇经典话题 SA1 Jimmy Carter 美国的前前前任美国总统 号召美国民众 应该保护他们的 阿拉斯加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那么在讲到 要保护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时候呢 Jimmy Carter 针对于当时美国民众 当中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 就是开发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可以解决目前能源危机的问题 Jimmy Carter 就由此写到了一个数据 他声称 开发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呢 只能够产生非常少的缘由 那么Jimmy Carter 是这样来写的 这个数据 他所给到的是 1%到2% 那么显然 这就是我们 SCT写作中 Evidence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们称之为叫做 Statistics 数据 所以当我们在分析 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第一步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数据 来进行引用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我就用 用到了一种 直接引用的方法 我把核心关键词 打引号 直接引用到 我自己所写的句子中 这样就可以了 由此 我们就开始了 这篇文章的文本分析 好 当然只是引用 远远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继续来考量 作者为什么要引用 对吧 所以第二步呢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思考一下 Why does the author do it 作者为什么这么做 这个问题的本质呢 就是我们要去分析 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什么 老师 写作意图 不就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观点 和说服读者吗 大崔同学的这个问题呢 确实是我们学生 在分析过程中 一个非常主流的疑问 那么确实 SAT作文中的作者 他在表达任何一个内容的时候 他的本质 都是为了更好的 去来表达他的观点 所以如果我们直接 在文本分析中去写说 这让读者更加好的 接受作者的观点 或者作者更好的 表达的观点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正确的废话 你说的当然是对的 无论作者做什么 都是为了更好的 表达的观点 但是你说的是一个废话 那么我们真正要去解释的是 作者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那么作者到底如何来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把这三个问题分为具体的三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 当你引用的内容 你发现它所表达的意思是比较隐晦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你把这个引用内容的直接含义赤裸裸的说出来 注意这个前提是当你所引用内容是比较隐晦的时候 如果你所引用内容是非常直接的 那么这个步骤我们当然可以省略 第二个问题就在于 比起说明文章的大观点而言 我们所引用的内容 当然首先是要说明它所在的段落的分论点的 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 当你发现我们文章的第七段有个排比 那么你可以选择直接写这个排比是怎样来表明文章的大观点的 但是事实上更合理的作法应该是 第七段的这个排比句呢 它首先是为了更好的说明第七段的这个段落的主旨 所以当你能够把第七段的排比和第七段的段落主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排比的解释就会更加的specific 那么第三个小问题就在于引用内容和上下文的语境的联系 当你在解释文章第五段内容的时候 你要知道第五段它并不是孤零零来出现的 第五段前面有文章的一二三四四段 后面可能有文章的六七两段 你可以有意识的放在一个动态中去考量一下 第五段它是怎样和文章的第四段以及第六段来产生联系 当你有这样的整体观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所给稿官所呈现的分析呢 就是更加全面的 同时也是更加的呼应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用Jimmy Carter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这个数据 作为例子来分析一下作者到底是怎样来去表达他的观点的 刚才我们做到了第一步 也就是说我们对文本来进行了数据的引用 那么这个数据到底说明了什么 其实它的意思并没有那么明显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作为考生 我们就需要向考官来展现 你看我读懂了这个文本 由此来拉高我们在read阅读这方面的得分 所以我在这个数据的解释方面明确的写到说 这是一个如此小的数据 以至于我们之前所谓的来获得原由的这个目的 世上被证明是unrealistic 是不现实的 由此呢 我们以永远的牺牲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来获得如此小的这种原由的做法呢 就完全的是absurd 是荒谬的 OK 那么这句话 我的写作目的就在于向考官解释 这个1%和2%的本质含义是什么 那么在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那么这样做对于读者有什么样的情感 这个问题在于 so what effect does it have on readers OK 那么这个问题的本质呢 就是读者的共鸣 老师 CB真的很啰嗦 写作目的不就是为了忽悠读者吗 大学同学很好 抓住了sat写作的本质就是忽悠读者 但是呢忽悠读者这是一个既定的结果 那么我们要向考官呈现的是 作者是怎样来去做到忽悠读者的 OK 所以在我们分析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去考量 引用内容对读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引用内容对读者怎样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入手 第一个我们称之为叫做ethos 信誉度 第二个我们称之为叫做logus 逻辑度 第三个我们称之为叫做pathos 情感 那么信誉逻辑和情感这一点呢 虽然CB在他的official guide 官方指南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但事实上在整个英文中呢 对于persuasion的三个核心要素 是有明确的定论的 那么这个定论呢 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家 亚利士多德 亚利士多德 那么亚利士多德所提在他的这个修辞的艺术中所提到 当我们要去说服读者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来做到三个角度 第一个逻辑 也就是说你的文本 你的呈现内容必须是有条有理的 是能够讲清楚它的道理的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称之为叫做ethos 也就是说你所呈现的内容必须是具有可信度的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称之为叫做pathos 以情动人 很多同学经常会被亚利士多德的这三个术语所吓到 所以会感觉说 静静 我觉得这个内容好高大上呀 事实上如果你把目光投向中文的话 你会发现几乎同时期 我们中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 我们把目光投向于论语 大家会发现论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 右之以利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邪之以微 那么当我们来看到右之以利的时候呢 事实上他所表达的是 我们更多要去 要用利益来说服这个当事人或者读者 那么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亚利士多德所说的pathos 动之以情 当然就非常明显了 情感 以情动人 那么我们依然把它理解为叫做pathos 小之以理 这个理我们理解为叫做道理 说理 那么这就是亚利士多德所说的logus逻辑 同样邪之以微 那么这个微当然不是我们所谓的叫做威风或者威力 并不是power 而是我们所谓的叫做authority 权威 那么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叫做ethos 信誉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在此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就有了交汇 如果各位孩子能够理解亚利士多德 那恭喜你 你可以从亚利士多德那里来找到共鸣 但是如果你发现亚利士多德没有办法来说服你的话 那么同样我们把目光投向论语 我相信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 好 我们同样以Jimmy Carter这篇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数据为例 那么之前我们分析了Jimmy Carter的这个数据 我们对它进行了引用 同时来解释了这个文本 对于表达观点有什么作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考量一下 它是怎样对读者来产生影响的 那么我们可以从信誉度 逻辑和情感三个角度来走 首先从逻辑的角度而言 那么在文本中呢 Jimmy Carter不仅仅向读者展现了 这个开发野生动物保护区是不值得的 同时呢 他也更好的向读者来表明 事实上我们有一个更优解的选项 在这里我有提到 就是more fuel efficient vehicle 更加节能的汽车 那么这个过程 事实上作者就在与读者来进行说理 说服读者去采用更加节能的汽车 而并不是来开发野生动物保护区 来获得相同的目的 那么同样继续往下走 由此既然我们有了更好的选择 那么读者当然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反应说 我们去永久的破坏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而获得如此少的这种缘由是非常的荒谬的 是很突兀的 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写到这样的一个词叫做absurdity 完全的荒谬 那么这样的一个词呢 事实上在写作中我们完全是可以替换的 此处你只要给到一个负像词汇就可以了 那么同样 对于数字这个写作技巧而言 它对于读者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数字我们最大的切入点在于它的accuracy精确 所以此处我的切入点就在于 数字的精确性convinces the readers 让读者更加相信 作者他所说的话并不是make nonsense 不是没有意义的 作者一定是have done a lot of researchers 做了很多的研究来收集这些数据 那么无形中就增强了作者的ethos 信誉度那么在这里 虽然我没有出现信誉度这个词 但是我写到了相关词汇 reliability同样是可以踩点来得分的 时间关系刚才我所讲的这些核心技巧呢 只是sat写作中的冰山一角 那么更多写作技巧呢 欢迎大家进入艾特精英的sat写作课堂